通胀当然是有很多不同的理论 根据货币学派的那些人所说 这是货币现象来的 究竟是不是呢? 我们现在讲一下历史 为什么要讲一下历史呢? 这个货币体系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 就是现在大家在用的货币体系 根据我们找得到的资料 有些人会说不,当然是宋朝发明的什么胶纸 其实跟现代的货币有一个差距 中式的东西就没有成为国际主流 现在货币系统是哪个人发明的呢? 某程度上是一个叫John Law的人 John Law是苏格兰人 他本来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 在苏格兰做银行家是怎样的呢? 他当然是帮人打金的 家里就是帮人打金的 在西方就是这样的 帮人打金的人为什么会变成银行家呢? 就是那些人就传了一些金 在那个打金工帐那里 有些金呢 根本就会马上拿出来用的 就放在那里 那个金帐就可以将那些钱 就是Goldsmith 借钱给其他人 这个情况就是 这个就是银行 就是现在西方银行的初型 的前身 这个John Law 家底当然不错 那1671年就在苏格兰出生 那他当然是一个很魯莽 一个癫癫的天才 就是有些人这样形容 因为他在23岁的时候 就决斗和别人 那他打倒了另外一个人 那判了他要搞刑 那你以为这个故事就完了 那当然没有了 那不要死不了 他不是 他去了欧洲大陆 出途了 因为 因为 当然 这个情况就是可以避 他逃欲 就去了欧洲大陆 在欧洲那里 就不同国家就周围去住 由一个城市搬去另一个城市 那他这个人就当然很有趣 最喜欢是赌钱和追求女 这个就是 是 经济学家 那当然 多姿多彩的生活 就令到他的思想 亦都受到一些刺激 那他跟着就回到苏格兰 那还这么回去? 是 但是呢 因为是这样的 苏格兰当时就执行不到 英格兰的第部令 因为那时候苏格兰 和英格兰是分开的 嗯 他就写了他第一篇论文 就叫 《货币与贸易》 提出为国家提供货币的提案 就将他交给苏格兰的议会 那当然这个John Law的论文 那个思想是很革命性的 他说到一些经济概念 譬如 就是供求关系那些 就是几十年后才再出现过 里面还包含了一件事 很厉害的 就是印银子刺激经济 真的不是说话 有他的 是他想出来的 就是印银子刺激经济 他的想法 是的 因为在他想这个方法之前 钱就不能够凭空想象出来 就是货币是由一些贵金属做出来 一定要开彩 和一定要赚回来的 当时苏格兰人有其他计划 没有理由John Law的建议 还和英格兰做了政治联盟 John Law就要重新回到欧洲大陆 因为他是谋杀 和人决斗 不是不杀过和人决斗 其实是谋杀的 他就被人通缉 然后John Law也是要流亡生活 像许智峰那样流亡 但这个人比许智峰更厉害 为什么呢? 他成为了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么厉害 是的 1715年的时候 太阳王露疫十四就走了 法国在政治文化上 其实也是欧洲最厉害的国家 但是有一个问题 那么厉害的时候 法国竟然是破产的 为什么呢? 因为露疫十四 他就把全部的官员 就聚在凡尔赛公那里住 凡尔赛公那里住还不止 还要天天开派对 吃很多东西 就是他挥霍奢侈生活 那就麻烦了 新国王露疫十五 是一个七岁小孩 但是你七岁小孩 又不是学习大帝 七岁小孩 他就找了一个 Duke Philippe of Orleans 这个Duke Philippe of Orleans 就是管理这个国家的 那这个Duke Philippe 为什么会认识到John Law呢? 就是一起赌钱 这是赌友来的 哦 那突然之间 这个John Law 就成为了 法国的首席经济顾问 这样也可以 倒桌学生 真的不是说笑 历史是很有趣的 真的很有趣的 在他这个新席位的时候 因为他赌钱赌得很厉害 有很多女儿 其实给人的感觉 一定是一定的吸引力 说话一定有一定的说服力 不是怎样的 你说话都没有说服力 就是把话都没有说服力 是的 当然 也可能是用一些低级售价 我们不知道 是有可能的 这个John Law有可能的 但是应该就不会了 哈哈哈哈 因为低级售价 就是骗一些最蠢的人 哈哈哈哈 他当然搞货币体系 就是改革 怎么搞呢 John Law就说 其实在John Law之前 很多地方都试过搞紫币 其实中国都有搞紫币 但是中国那些紫币 告诉你 都是有一些金银在后面撑住 是有实体货币 是有实体的东西撑住 是 但是呢 这个John Law 就用法律 来取消了这个限制 他就弄了一个皇家法令 就可以给自己的银行 出自己印的紫币 用皇家法令来做的 这个就是 Fiat currency 的开头 那如果那些人 为什么会要那些紫币呢 就是因为法国政府 是会接受 这些紫币去交税的 那当时呢 他还做了一件事的 如果你 用这个紫币来交税 或者用这个紫币 拿来我们的银行那里换呢 可以换贵金属的 那当然是假的 就是可以用固定汇率 来换贵金属的 其实这件事 是美国做过的 最初是金本位的 你拿美元来 可以换美金的 可以换金的 是不是 当时是有人相信的 其实实际上 这个John Law 是没有金的 没有的 是啊 没有的 他是天才来的 所以我们说 之前为什么说 我洗脚佬很厉害呢 就是 他做的事也是很厉害的 这个洗脚佬也是类似他的 是天才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以股代金去换 以股代金 换这些钱 用银行股份来交换 换金 用银行股份去换金 没有的 没有金 他还省了一个步骤 这个John Law 不用法国债券 然后再用股票去还钱 他发行债券 用股票去还钱 这个又是新创举 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这个 以股代债 Toracef就是庞氏偏局 不是 这个印钞的发明 其实刺激了法国的经济 真的刺激得很厉害 突然之间 钱是没有缺的 信贷也是不缺的 那些人就觉得很有钱 不断花钱 不断投资 当然法国 他们本来没有官方银行 John Law 那间银行 最初叫做Bank General 就变了名字 就叫做Bank Royal 变了皇家的银行 变了官方银行 当然这是最好的时代 当然 看起来是最好的 就是这样说 如果John Law就这样结束 就不是John Law 因为一个赌徒 他不会停的 他会继续赌下去 他越赌 现在赚了这么多钱 再再赌一次 另外一件事就更加雄心勃勃了 那时候法国 其实他们有一个殖民地 就是在美国那里 当然那时候不是叫美国 那里就叫Louis Anna 路易斯安纳州 路易斯安纳州 他就说 我们路易斯安纳州 有很多自然资源 那我们那些资源 一开发了 就有很多钱了 他就在法国 创立了密西西比公司 那这间新公司的资金来源 跟他的银行一样 是股仔吹到大一大 股仔吹到大一大 那钱就自动来 其实你想想 现在这个世界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好像电动车救世主 为什么他的特斯拉的市值 会贵过丰田 贵过大众 贵过通用汽车 贵过通用汽车 通用汽车 大众、丰田 全部卖车 买得多于特斯拉 为什么特斯拉的股价会这么厉害 股价高一点 为什么市值 会比其他 其实理论上是不合理的 但实际上 他给到别人的愿景就是 全世界的人都不会再用 大众的汽车 不会再开丰田的汽车 不会再开通用的汽车 全部都会持有特斯拉 这个是愿景 那些人是相信的 其实是 你自己相信 其实是没问题的 说真的 现在有足够的蠢人 坦白说 是弄到股价是不合理的 但台阳也说不合理 那是不合理的 但你现在吹到合理 现实可以有这么高的股价 就是合理 是不是 什么的感觉就是这样 存在的时候 你在台阳也说了 但是 你这么宏伟 但是 很空洞的承诺 他好像收购推特 可能会爆的 电脑车救世线 之前也讲一讲 他收购推特 其实迟早推特都会告他 不过他看死推特 没有钱告他 现在是 报我笨 其实他要赔10亿给推特 理论上应该是 唱得这么行 是啊 当然 John Law他当然是很成功 这个墨西西比公司 就是大量的钱 订了进去 他变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就是因为他 其实除了自己有一家银行 变成了Bankroyl之外 他还变成了法国财政局局长 或者是财政部部长 但是有一件事很大事 就是路易斯安纳州 其实什么都没有 吹得很厉害 没有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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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沼泽地 那你想想 沼泽地 还没开法 在17多年的时候 有没有技术去开法 你自己想想 没有 是沼泽地 但是当然 当时消息 当然是没有传得这么快 对不对 你不知道 有些人知道 不知道的 那么远 不知道 那么远 那么法国的紫币实现 就失败了 密西西比公司 就倒閉了 法国经济就破坏了 还有法国政府 就麻烦了 就是通货膨胀 就摧毁了法国人民 派对结束了 就是派对结束了 但是那些人 头分脑脑脑了几十年 其实就是这样 真的不是说笑 历史上就是这样 当然 这个John Law 搞得这么麻烦 他选择了做一件 很聪明的事情 就是走路 他不是做过 以前也做过 因为他很害怕 他很害怕 因为 其实是这样的 他没有一个人那么厉害 就是没有洗脚佬那么厉害 洗脚佬就是很简单 人红是非多 五个字 你跳过街招 你跳过街招 人红是非多 五个字搞定 那当然John Law 他走了 因为他怕被人摔倒 因为 因为洗脚佬他当然有其他力量 他觉得 你也不会找到别人摔倒我 是不是 是不是 怎么会这么容易摔倒我 我就是人红是非多 五个字解决了 人红是非多 就解决了 其实 就是这样 你说是否这样造成法国大革命 有些人是这样说是 但是 我觉得法国大革命有太多原因 有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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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有很多人认为John Law 本来是百万富翁 有很多钱 还要说一句 就是 Millionaire 这个字 其实也是John Law 发明的 是他发明的 当然 他当然不行 当然是走老 走老当然是没有钱 还有病 没有钱肯定是病 喜欢嫩 喜欢嫩 喜欢赌钱的人当然是病 没有钱 又喜欢嫩 又喜欢赌钱的人当然是病 当然 他的晚年就是在欧洲到处赌钱 当然大家看到 刚才说的故事是什么 就是三世纪之前 在法国发生的事情 其实应该是对全世界的 一个很可怕的警告 是不是 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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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成为了榜样 因为全世界的货币体系 完全都是跟John Law的设计 一样的运作 有效的 你想想 那些央行 就是英格兰银行 美联署 做交易 都做的一样 还有就是 密西西比公司 不是什么 Bitcoin那些 一样 不如现在 到处都是 原景 大家带你去扔钱 去买 不用有实际的支持 实际的业绩支持 不用 不用 有远景 买远景 你相信我这个故事 你就可以了 相信这个故事 相信我就行 支持你搞定 所以还可以教你 治理香港 很多人都是 就算知道 这是一个骗局 是一个 虚妄的远景 也好 他都很愿意投入 下去 我总是想着我 赚第一层就走 不会贪心 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所有政府都很喜欢 印银行 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其实 我的看法 就不是纯粹印银行 这么简单的 他们在货币上 有其他东西 其实 你什么是支撑货币 其实就是信心去支撑货币 现在是 你对那个国家的前景有没有信心 那支币的内在价值 当然是一样 跟John Law的时代是一样的 都是零的 就是你把纸拿出来 是零的 其实是一张纸来的 每个例子 现在立刻拿一张纸币出来 我都没有纸币在手 其实不值钱 我们这里不是纸币 是一张胶纸 其实不值钱的东西 但是 大家记住 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就是John Law 他做的计划 就持续了四年左右 他这样搞 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现在世界货币的制度 在全世界各国都走了 差不多一百年了 其实就是 二战之后 就是 二战之后 都是走这个制度 还有 如果用金本位取消 如果你用金本位取消来计 就几十年了 那製造了货币出来 或者紙面承诺的数量 是远远超过John Law的时候 是搞出来的 John Law搞出来的系统崩溃 就很残酷 那你自己想想 其实类似他的系统 在什么公司发现了 其实就是 有一家叫 国嘟公司 就是这样的 他发行了一些债券 接着他用 以古代债还给你 国嘟 就是这样 嘟毅是吧 他用人和是非多解决了 以前的John Law都要走老 这个不用了 新的John Law 不用了 John Law是生不逢是 人家叫他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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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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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历史 就没办法告诉我们 金融世界崩溃是怎么的 没办法的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金融世界会不会崩溃 如果你是信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 说 其实没办法避免信贷 擴張带来的繁榮 最终会崩溃 没办法避免它 最后会崩溃 这个就是奥地利学派的说法 那究竟 现在搞经济或者搞货币的人 他有没有看这些历史呢 有没有在历史里面吸取教训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沉重的事实 就是人从来都不会在历史里吸取教训 没有的 你只要掩蓋到目前的骗局 掩蓋到就可以了 就没骗你了 总之不要报报 确保它没有爆煲 爆了煲之后 怎样可以再弄出新煲 盖过之前的问题 就可以延续下去了 应该参考一下师傅 人红是非多 我们国家经济没有问题 印银子没有问题 只是国红是非多 好的 休息一会儿 回来再讲其他话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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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